欢迎收看家庭开花植物大全的系列课程 我是英文花卉的主题人陈一木 今天英文要给大家介绍一种 家庭盆栽的爬藤开花植物 那就是我身边的铁线帘 千万不要小看这种开花植物 铁线帘在世界园义上影响都十分的广泛 为什么呢 因为在国外一般的人都是有庭院的 不像我们中国房子都是楼房 别人都是住这种大别墅 好大的庭院 国外都是这样的 所以有庭院就一定会什么 在垂直绿化上用到爬藤植物 而很多人喜欢开花的爬藤植物 那首要选择是什么 就是铁线帘 为什么选它呢 第一个 它的花朵颜色很多样 红黄蓝绿青蓝紫 什么颜色都有 然后的话呢 它的花形又很多 不止一种的这种绽放性 各种各样的形状特别好看 而且它的花量还大 那一开就是满满一墙的花 非常的令人震撼 最关键的是花期还很长 一开花开一个季度 都可以欣赏到铁线帘的花朵 因此深受人们的喜爱 在我们中国能不能养呢 当然也是可以养了 在我们中国可能就是没有 你说有院子可以栽在地下 但是盆栽同样也可以养好铁线帘 这一堂课程 应不将详细给大家介绍铁线帘这种植物 帮助大家在家里盆栽养好铁线帘 接下来我们来看吧 你说铁线帘好看吗 我就觉得铁线帘实在是太好看了 这个花朵 我觉得你不管你是男女老幼 看到这个花朵都会被吸引到吧 这个花朵的形状就很意思 看到花瓣 是像一个船一样的这样一个花瓣 而且前面有尖 然后的这个船包裹进去 外面和里面的这个花蕊 形成一个小凸起 长出来这个花的这个 像一个八角盘一样 真的是非常的吸引人 为什么铁线帘能够成为 国际上大家都会选择的植物 开花植物 刚才我就讲了这个历史 一个就是它 它是个藤本植物会爬藤 所以说它可以爬墙啊 爬栅栏 一爬的话爬满你家的院墙 然后养得好 一开花 一面院墙都是这种花 你想想会有多么的震撼呢 那这是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养 整个花形又好看 开花的时间又长 可以一直开开开一个季度 一直开 所以这个实在是太让人喜欢了 所以这种开花植物 应不是非常建议大家在家庭盆栽养的 起码我自己证实 自己养一点问题都没有 用花盆就可以养好它 没有问题 但是因为要提醒大家的是 铁天莲它是一个洗阳光的植物 不是洗阴的 所以你在室内是养不好的 一定要搬在南向的阳台 有阳光的时候 它才会开出这么好看的 这样的一个效果来 然后它开花的时间 集中在春夏 秋季有时候也会开一点 大部分都是春夏开 所以说它是跟着春天的脚步一起进行的 是真好看 是真好看 所以櫻木是强力给它推荐的 这种开花植物 好痒 养护难度也不大 有一个关键的知识 就是这铁线连开出来之后 到了冬天 它就会落叶落花休眠 这个时候 它的枝条会变枯黄 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要以为它死了 但很多花友到了冬天 看着铁线连这个枝条像这样 变枯变黄了 就直接扔了 千万不要这样 它是活着 只是说呢 它休眠了 到了春天的时候 它会重新的发芽开花 总之 铁线连这个植物 花形极美 颜色鲜艳 颜色的种类又多 花朵的花量又大 家庭盆栽 难度又小 是真适合做家庭盆栽的爬藤植物 如果你家里的有愿强的 想开 想看这种爬藤开花的 养它 非常的合适 家里没愿强的 自己搭个花架子 啊 阳台搭个小花架 养一盆 到了春夏 给你开出来 也非常的好看 这植物就真的是 漂亮极了 强烈的推荐给大家 一目自己呢 也是很喜欢铁线连这种开花植物 如果你也喜欢 你也养一盆吧 好了 那这期关于铁线连的课程呢 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 希望大家继续努力学习 下方的课程 养花 看一幕就好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